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喜欢吃火锅 因为比较辣 我们国家吃辣的 然后我第一次吃火锅 我就是重庆火锅 我觉得太好吃了 因为火锅有牛肉 我也发现 我来到中国之后很少吃牛肉 我说那你不要付50块钱 给你一大锅牛肉 你都吃不完 然后你来到中国 100块钱给你删的牛肉 这奇怪 所以我吃火锅 还有很多牛肉 我就喜欢 这是我最喜欢的美食之一 我之前生活在浙江 我在浙江待了六个月 在浙江呢 那边的生活节度是比较慢的 我来北京之后才发现 那边的节度真的很慢 然后美食各个方面都很便宜 然后几乎在路边看不到人 但是我来到北京之后 北京住的人还是人 我们坐的地方都是人 打车都是人 排队着在那里等车 等车的人都是人 北京住的人还是人 到处都是人 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要就是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有时候 但是在别的城市 你已经到别的城市了 还是在北京 我觉得千万 如果你赶时间 你干脆去坐地铁 刚开始我不会坐地铁 朋友叫我坐地铁 然后我就学会了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北京既有这些很多 武器 又是个村土村定的地方 最主要的是这边的人 这些我话 让我真的真的真的 感觉很舒服 因为我在这样的时候 就别人会看到我 说外国人 就指着我外国人 外国人 我来到北京 别人看到我 跟别的中国人似的 我来到北京 这就是我的弟弟 我最喜欢的是北京 曾经学过武术 现在肯定还会 肯定是还会一点 但是没有以前那么厉害 因为平时没怎么试练 我当时学武术 因为小说 李小龙和成龙 我们觉得他们很伟大 他们很厉害 我也想选 刚好孔子云正有念门课 真的 然后我老师也特别厉害 当时我们老师是个女生 他好厉害 我每次看到他练的武功 真的超级厉害 我们就想跟着他一起学 最重要的是 我们以为想见一样 一学武术就能打过 十个人 二十个人 然后老师说 学武术之前 要想到保证 不可以去打架 不可以去惹事 我们学武术 为了我们自己身体健康 随了之后 我就发现 还真的是 学武术之后 学武术之后 特别要看了这个好处 我学武术 学武术 学武术 学武术